驻美代表处最近在双向园举行国庆酒会 约有500多位宾客共襄胜举 毕竟去年因疫情停办 这是驻美代表萧美琪履行一年多后 首度主持国庆酒会 感谢美方各界过去一年来对台湾的支持 近来中共频繁出动军机扰台 数量不断创新高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默剑至此时表示 这提醒所有人威胁是真实而迫切的 世界主持人在台湾 但他们在同时是一个信号的关系 在同时在这些关系的关系 优优独播出场 台湾必须给予到国家的社会 它仍然是决定的改变 那只能让它自己作为 台湾必须建立一个努力的选择 最快的选择 至于美国总统拜登先前针对共激扰台 回应美中双方都同意信守台湾协议引发话题 究竟台湾协议为何 默剑表示美中之间与台湾相关的协议 就是美中三公报 这样子的武力威胁跟挑衅 这个对我们在这里 华府当然是会引起更多人来关注台湾的安全 跟美方的沟通都一直非常的顺畅 在第一时间各种讯息的交换 那美方对台湾的支持坚弱磐石 那在过去几天也有相关的发言 那我们台湾的安全 攸关区域的和平跟稳定 也是跟美国以及其他印太地区伙伴的共同利益 小美琴也忧息 中国对台挑衅也对区域所有人民 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安全与繁荣带来威胁 呼吁所有利害相关者要有共同责任与承担